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盗门法甚讲究的是一个整体布置 或者是整个墓 防备阴邪入侵 对我一个活人来说却没什么影响 只要我把墓给破坏掉 哪怕打出个盗洞来 这盗门阵法自然就完蛋了 只是经历了青岭大山墓葬群之后 我对这种古墓真的有些阴影 其初有吴胖子这样的摸尖校尉 还有轻衣这个盗门小天师 我都差点进去没出来 眼下让我自己去绝一个墓 我还真有些忐忑 心中也不禁咒骂起来 这她娘那算个什么事啊 本来就是一个清明节倾促鬼遇到死胡子的小事 谁知这后面竟有这么多门门道道 最后还惹出一个千年女鬼昌平公主 点背到我这个地步还真是非常罕见了 不过眼下我看要是不答应的话 恐怕昌平公主是不会放过我的 于是略作犹豫之后 我便说道 这风水寻龙 捣抖摸金之术 我确实懂一些 我也可以尽量帮你 但是能不能带你进入竹墓 找到李存师的阴魂就不敢保证了 这么说 我也想给自己留下一个转环之地 如果满口保证到最后连墓室都进不去的话 估计就真惹急这鬼公主了 小道长尽可放心 你愿意帮我一事恩德 就算最后没有成功 我也不会怪您的 昌平公主听到我硬下了 身上力气顿时渲弱不少 对我深深行了一礼 就说 还望小道长 放心 无论事情成与不成 我都不会伤与你性命 不为别的 就因为你是个真英雄 说到这里 昌平公主垂向了头 浩瀚的毛子里闪过一丝悲伤 道长为保护爱人 面对白鬼围攻而战死不退 处处以身体为爱人跌宕伤害 所作所为 让昌平心中大为触动 当年我若是也有这部男人保护我的话 也不至于沦落到这般惨淡下场 昌平公主这么一说 我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当时我确实没想那么多 脑子里就一个念头 自己的女人就一定得自己保护 哪怕不敌 栗战而死 最起码不会给自己心中留下太多悔恨 仅此而已 接下来 昌平公主给我一册羊皮卷 上面是一册地图 她说 地图上标注的位置就是李存石坟墓的修建地址 她会一直跟在我的身边的 扯登这一晚上之后 现在已经是凌晨四点多钟了 马上要天亮了 昌平公主虽然有千年到航 但终究伤过人命 没能修成灵鬼 所以大白天的出没虽不至于魂飞魄散 但是也肯定是对其有一定伤害的 于是跟我到了别之后便匆匆离开了 我一个人忍着身上伤口回到赵家宅子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天边隐隐泛起于堵白 万幸的是 昌平公主果真信守承诺 没有再让那些厉鬼来骚扰宅子里面的活人 赵家一家老小和张博文他们也都没事 见到我回来之后 一窝蜂地涌了出来 对于事情的因有 始末我没有多说 只告诉赵家人呢 恶难化解 说完我终于顶不住 真的太累了 被伤口疼得是完全折磨着 全凭着一股心劲走了回来 眼下一看到同伴那股心劲之后 当时就散掉 眼睛一翻就晕过去了 等我再一次醒来的时候 人已经从武王村回到武宅县县医院 身上到处都是绷带 照顾在我床边的是李佳佳 看我醒来了 原本疲惫的脸上涌现出浓浓惊喜 然后惊叫了一声就跑出去了 没过一会儿带着张博文和周静过来 和他们几个一聊天我才知道 原来我已经昏迷了整整三天功夫 主要问题出在湿血过多 好在我是O型血 武宅县县医院里面的血裤和我配型的血型比较多 要不然我这一次可就真的玄乎了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配不到何时血型的话 能不能坚持回到太原还是两说的事情 在我昏迷这段时间里 张博文他们在医院附近找了一家宾馆住下 轮流照看我 期间赵家三兄弟来看过我几次 说老太爷已经醒了 他们家人也没碰到什么诡异的事情 为了感谢我 他要留下一个大红包 红包里是一张银行卡 密码写在卡的后面 张博文已经去查了 卡里有整整三十万 算是赵家人感谢我的救命之恩给的酬金 这三十万我没有要 全部分给周静和张博文他们三个人 这一次他们跟着我出任务 也是经历不少危险的 过两天等我伤好了一些 还跟着我去倒腾李村师的墓 指不定又得经历多少恐怖的事情 肯定啊有一些分红的 谁知三个人里出了周静这小王八高子之外 张博文和李佳佳都不好意思 要我给的分红 说那是我玩命赚来的钱 他们没出啥力 说啥都不肯要 最后看我要生气了 才勉为弃难地收下了 接下来几天时间里 我都在县医院里面养伤 夜深人静的时候 唱片公主还出现陪我说几句话 她竟然真的一直跟在我的身边 虽然她看上去暂时对我没有恶意 但毕竟是个千年女鬼 这么跟着我说不胆战心惊 那是吹牛逼啊 一心想着赶紧出去把李存师的事情给了了 于是在商养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匆匆离开医院 又一次驱车赶往五王村 因为对五王村当地环境我不太熟悉 所以就算唱片公主给了我地图 也是两眼一抹黑 压根就不知道这大山里面该怎么走 没办法只能花五百块钱 在五王村当地找了一个向导 是一个姓徐的老汉 七十多岁了 但是腿脚很利索 早年曾经打过越战 在老山轮战的时候 被蛋片射下一只眼睛 所以退伍回来之后 一辈子没娶过媳妇 生活挺困难的 在五王村里面 能使得地图的也就只有这徐老汉了 毕竟人家当年是当过兵打过仗 看地图是绝对没问题的 当天我们又在五王村里 皱留了一天 在晚上时候就出发进山了 毕竟我们干的是发掘古墓的事情 还是在晚上行动比较安全一些 一进山 车肯定是不能开了 我们只能备了必要的一些物资和工具 跟着徐老汉同步前进 好在地图上标注地方没有多远 从五王村出来之后 钻进一望无银的广层山脉 走了半个晚上就到了 谁知道 就在我们刚刚到达地方的时候 李家家当时就惊叫了起来 这里就是我爸爸被害的地方 我一听 顿时心中一动 今合五王村的历史 我当初就怀疑 李赫是把车子停在一座古墓上面 最后惹毛了墓里的东西 所以才被打死的 如今 我们找李尊时的墓 都是摸到了当初李赫被害的地方 这当中难不成有什么牵连不成吗 或者干脆打死李赫的 就是李存时墓里的东西 那个李存时感觉不到阴气的东西 就是李存时本人所花的吗 一连串的问题 在我脑子里冒了出来 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最后干脆就不想了 只要把这李存时的墓给挖开 进去瞅一瞅 不就知道了吗 你也别说我胆大 主要现在哥们身后 跟这个昌平公主 这千年女鬼呢 心里底气也就不免足了一下 反正有什么事情 昌平公主给罩着 我怕个屁啊 说干就干 我当时拿出洛阳铲 扒开带路的徐老汉 准备把洛阳铲打下去 看看有没有古墓 往地下打洛阳铲 其实也是一门细功夫 讲究多得很 如果不会打的话 打出了铲子就带不出泥土 那基本上是白费力气 我看过吴胖的打这玩意儿 要打呢 一定得打一个锤直口 对工具而言 铲头要正 杆子要直 否则一打歪口 甚至是孔小度大 不成名堂 那可就闹了大笑话了 所以 想要正确使用洛阳铲的话 对玩铲的人姿势 是很有讲究的 首先 身体要站直 两腿插开 双手握杆至于胸前 铲头着地 位于两脚脚尖中间 用力向下垂直打探 开口到底 不断将铲头旋转 四面交替下打 保持孔的圆柱形 看土确定下面 有没有骨目的时候 得从刃部 逆铲 将土扣下 然后纵想掰开 看断面 不能回铲 回铲 是连续往地下 再打两三下 才能提铲 我暗中回想 吴胖子玩洛阳铲时候的手艺 一边回顾 一边开始打铲 我手嫩 手心就全是血泡 生疼生疼的 接了三四根白蜡杆子 就打不动了 完全是咬牙在牵制 而且时时越打越慢 一直到天亮的时候 我才终于感觉 下面有动静了 那是一种 非常特别的感觉 软绵绵的 也不知道 打到什么东西了 大概是注意到 我脸上神情异常 这是张博文 就忽然问我 是不是又发现了 我点了点头 开始往回撤洛阳铲了 没过一会儿 把铲子提了上来 我一看上面的土 顿时就愣住了 铲子头上土里夹在一些 砖头碎渣子 在地下十几米的地方 出现砖头碎渣子 这绝对是下面有古墓的迹象啊 这是让我震惊的事 那土里不光有砖头碎渣子 还有血 鲜红鲜红的血液 显然是刚刚流出来的 我喊到这里 眼角就冲出了一下 这地底下 到底是有什么东西 怎么洛阳铲打下去 不光带出砖头碎片 还打出了 烟红的鲜血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有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